非法敛财数千万 欺压当地渔民 还逼迫员工跳海 近日这位坏事做尽 辽宁大连的黑老大张斌 迎来了法律的制裁 他被判刑19年零9个月 张斌于1970年出生 曾因为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 多次被判刑 1998年他在大连旅顺口区 经营啤酒业务 网罗大量劳改 劳教释放人员和闲散人员 垄断当地啤酒销售市场 赚到钱后 张斌先后购买成立了两家公司 购置快艇28艘 车辆7台 修建违章建筑办公楼移动 其中仅一家公司的非法获利额 就高达1667万亿元 为了获取非法利润 背后张斌团伙翻下了 抢劫盗窃 妨碍公务 非法持有枪支 非法持有毒品等 90多起犯罪活动 对外张斌团伙 强行霸占他人的商铺 队内张斌为发泄情绪 多次殴打员工 有员工被打至视网摩托洛而失明 有员工不堪受辱而跳楼 还有员工被强行载出海 怕被打而跳海 漂了近半个小时 才被他人救上岸 2013年三四月间 为阻止政府工程建设 张斌还指使手下 在施工车辆必经之路的路中央 挖了一条长达8米的深沟 或使施工车辆停运或绕路 近日大连市中院终审判决 张斌犯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3个罪名 被判刑19年9个月 并处没收财产30万元 罚金50万元 新京榜栋新闻综合整理报道